作曲 李宗盛 海灣是我們捷徒關口的重要防線 《氣途權》在立確認的帶領下 藉著很掠掘防止物品走私運動機 在今年4月17號及6月1號 在《氣途權》的協助下 分別獲獲了19公斤的大膀膏 以及23.6公斤大膀 前途瘋瘋瘦 今天我們的《氣途權》 美麗可愛的CORA以及帥帥的IDOL 林志玲跟金城武 都來到了寫獎 還在來見面 這次為了鼓勵《氣途權》隊 變獎特別為CORA及IDOL 準備了秀勇新世代 反獨策略《氣途權》的經驗背心 要送給他們 主持工作 但是他需要這次回來的意義很大 因為我自己知道 覺得這個社會的進步 研究化 把人員 貨物的流動這麼快脫 那麼努力穩定 在未來 在全球民主主義上演出 今天我們要發展 一張新的做法 讓我們的社會 非常重要的危害 是非常重要的挑戰 這先造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 因此呢 我覺得 我們今天的政府部門 我們就一務有責任 要把我們的這個物品的房子 成功做好 當然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那我來到前面 我有呢 我有感覺呢 我們這個整個狀況 就是毒品氾濫的情況 跟我們有的做法裡面呢 似乎 我們還是在一個劣勢的狀態 但是我很高興 看到我們同仁 特別是保護檢察署 等幾位優勢的同仁 他們離出了現在 我們這個新時代的反省 這樣的策略 那這個策略呢 我覺得 是一個好的方法 我們也應該預算 也要有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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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最重要的呢 一切一切都是靠人使用 所以我們今天 要在這個結智的聚會 再次的給各位的鼓勵 給各位表明 也希望大家有下的鼓勵 也是因為我知道 所有的運作 沒有人是不會成功的 所以我覺得 只要做這些工作的人 我們都應該對於獎勵 而且要及時獎勵 讓大家能夠大家一起來 大家的關注 同時要怎麼樣呢 讓人多有事情 做這些工作的人 要給他們鼓勵 所以這是我 跟我們律師團 講了幾次 我說我們要找個時間 然後再來這個 來鼓勵大家 我們希望能夠 進去社會大家的共識 知道政府在反復上 不是玩樣是玩真的 而且動起來 希望大家一些老名其他 在我們現在的這個反復 除了新市委家 還跟各方的做法 請來各位提提出來 彈檢一下 大概我們這個 有關法的工作 至少在行業的部分 應該是 我認為是六加二 六加二怎麼呢 就是典頂教 典兵 臺軍署臺官 有關於六名 集團的執行單位 加上兩拍兩位 部會 典頂教育 典頂教育 實際下班上很多 我們年輕人 還有就是 是已經來上足力的 而突然把他戒指的 我們一起來思考 用新的方法 新的思維 新的做法 和需求面 供應面 我們把這個活動 那這個在 我們的新市代反復設備 裡面的評價非常清楚 那各位呢 我們就在 各自在 我們的工作單位上 各自 操作 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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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行業 大家的這個團結 都做到 你們過去這段時間 你看看過去一頁 這投入是有幾條 那我們需要有幾條 只要我們實施一個 我相信 一年之後 整個的氣氛 會影響 總而言之 這個是一個 對國家來看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呢 正在做一件 對我們 未來國家的 秘密政策來說 是非常關鍵的工作 那最後呢 我也謝謝大家 向我們期待的興趣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